多谢主席 新冠疫情加剧了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 刚才各位同事已经说了很多 其实我今天想特别讲一讲 希望讲一讲有特殊教育需要 即是SEN学童学生的精神健康需要的问题 其实看一看税据 其实在上一个年度中小学生里面 有SEN同学的占比是差不多有一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群组是更需要社会的关注 更需要社会的资源和更需要帮助 刚才陈议员在议案发言时也有说过 现在政府是采取一个分层次服务模式 去处理精神健康的需要 也提到精神健康检导报告里面 指出第一层和第二层的预防措施 是未得到社会广泛的接受和应用 患者是倾向依赖第三层措施 即是什么呢 转介到医院接受治疗 刚才有同事提到 精神专科部门新证 轮后时间高达陈议员提到64个星期 苏议员提到79个星期 总之就很长时间 我认为政府应该改变了重治疗 轻预防这种态度和情况 我也建议政府可以多拨资源 以文化艺术手段作为手段 帮助缓解学童和照顾者的精神健康问题 事实上艺术治疗在坊间已经推动了一段时间 其实不少成人都会用这种方式去减压 去舒缓自己 早前我去了一个由香港小童群益会 连同很多艺术家一起主办 针对SCN学生的艺术体验治疗活动 手法其实很简单的 他们用一些很简单的工具 好像玩什么呢 玩泥沙 写大字 甚至在水果上面插一些简单的牙签 或者地上饮他们画画去涂颜色 这些简单的方式 其实是希望做到什么呢 小朋友在无界限 无限制 无框框的情况下进行创作 令他们释放能量 释放压力 用另类的方式 或者非语言的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当日去闭幕的时候 简直是可以说人山人海 再长的一些家长都跟我说 见到他们小朋友参与这些活动 是有帮助 有明显的进步的 另外一个例子 几个礼拜之前 我去了一个 香港智能艺术会 就是ADA会 和几间学校一起合办的 同学表演和艺术展览 这些学生 在身体或者精神上 是有特别的需要 都是普遍会缺乏自信的 他们绝对不是最顶尖的艺术家 他们可能都没试过 接触艺术和表演 但是通过简单的画画 街舞舞蹈等等 其实我看到他们可以重拾自信 是更正面地面对一些挑战的 但是很可惜 这些这么好的活动 这么有意义活动 它不是被政府或者被外界定为 艺术发展这个范畴 所以难以得到政府 文化艺术政策下面的支持 很多这些项目就是靠社会 一些慈善组织 有心人去资助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其实真的很难得到持续的支持 有时是探索了一个好的方向 做到一个好的模式 尝试了之后 最后就因为缺乏资金 是没得做下去 大家都其实挺失落的 接下来政府就会成立文化委员会了 我知道相关局没有同时在 希望副局长也可以反映这个情况 是检讨未来文化政策的方向 除了推进顶尖的艺术发展 举办一些国际的艺术展览活动之外 本人也很希望政府能够确认文化艺术 在其他社会发展范畴的贡献 以及它的重要性 尤其是今天讨论的青少年健康问题等等 只有这样 我们艺术治疗等的方面 才可以得到社会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支援和支持 例如推出艺术治疗的认证 将艺术治疗引入学校 甚至先为老师提供艺术治疗相关的 一些课程、培训等等 在整个减压的过程当中 也都可以同时间激发起 市民对艺术创作文化的潜能 以发掘和培养更多艺术人才 支持中外文化艺术家的中心这个定位 是做一定的贡献的 多谢主席 我会支持原议案和修正案的各内容 本人更之陈志